大家好,欢迎来到工作者,我是何长江教练 今天我们来讲解描刀的第三个基本动作,扎刀 顾名次义,扎刀就是把刀往前扎刺出去 我们对这个方向先开始 首先把重心压低,我们可以站住,这没有一点架势业 也不容易发力 首先步法还是我们上课和讲过的,以七龙骨为基础 重心踩在前面,前脚,你可以这样,右脚在前,你也可以左脚在前 我们现在以右脚在前为力 刀呢,收到腰,收到腰间,左边也可以,右边也可以 我们现在以这个方向为力 刀往前出,扎出去,发力 扎出去,扎出去的同时呢,转 那有些同学会觉得,哇,这个肩膀好像很别扭啊 这个腰不裂的啊,你看身体都斜了 所以说这个动作一定要保持身体正 如果你斜的,你自己重心都不会 扎出去之后 你的刀要凝转 给你的对手,你的敌人最大的伤害 扎出去之后 转,大家看一下,玩的就是转 你说我们收肥蓝仙 往前扎的时候 再来一次,往前 右脚往前抬 做一个慢动 一,扎出去 发力 转 所以说呢,出去中 一,二,一和二,一气和重 不要换,一,二 就可以了 所以说一气和重,一 不反,跟上头和脚也一样不反 一,二 我们讲的气和重 跟你小肚踩出去 后脚发力,把力量吹出去 力量由脚发 到心,到腰 一直到你的高尖 出,走 把这个力打出去 我们看这个另外一个方向 我们来试一下 右脚收回来 这个时候追 左腿发力 好 齐鱼脚 倒 倒 OK 收回来 走 回来 出 好 我们试一下正面 大家看这个距离 不要这样 右脚都太重了 你自己都很难滚 对不对 好 我们试一下 收回来 到收回来之后 走 往上提 蓄力 后脚发力 左脚往前 右脚往前踩 倒到步伐 如果我转正 转过来 两个我的肩宽 然后呢 70%踩的右脚 30%的后脚 自然弯曲 下蹲 出 转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更多的基本動作 基本功的介紹 我們下午後再見